臭豆腐是台灣特有的美食小吃 而除了油炸臭豆腐之外 其實也有其他的料理方式哦 今天的旅行食堂教你做 就要用大家最耳熟能詳的臭豆腐 搭配鮮魷魚肉絲還有彩椒等食材 來做出色香味俱全的臭豆腐小炒黃 馬上就來看看由深坑假日飯店的主廚 為您親自做示範哦 一塊絲絲方方的豆腐看起來簡單無比 但卻能夠變化出各式各樣美味的料理 今天的旅行食堂教你做 就要為大家示範臭豆腐小炒黃 準備的食材包括了臭豆腐 芹菜、鮮魷魚、肉絲、香菜 菜椒條 蔥薑蒜 醬油 辣椒醬 胡椒粉 香油等等 趕緊來看看這道色香味俱全的 臭豆腐小炒黃該怎麼做呢 那我們先切香腥料的部分 那我們一樣蔥是把它切斷 一樣是切斷嗎 對 蔥一樣切斷 這個是 那個蒜頭 蒜頭的話我們就今天 這道我們就把它切末 跟薑也是切末 再來就採椒我們切條 再來我們把青菜我們就切 也是切斷 那我們這是什麼 這魷魚 魷魚我們今天一樣就是把它切條 為什麼這跟我一般看的魷魚不一樣 我們這個今天用的魷魚是乾魷魚 那我們可以把它泡水 泡水把它泡脹以後 那就會變成這樣 那一般我們買回來就是乾乾的 對 泡完就變這樣 那再來我們切香菜 那我們用的部分是香菜梗 那香菜梗一樣 我們把它切成一段的部分 這是我們的臭豆腐嗎 臭豆腐 對 再來我們切臭豆腐 臭豆腐我們一樣把它切成條 那我們把它一塊臭豆腐 把它開成三等分 三片 我聞到臭豆腐的味道了 那再來我們要 就是要炸一些過油 把魷魚跟那個肉絲 臭豆腐要炸過 那魷魚跟肉絲 我們要怎麼知道它已經好了 魷魚跟肉絲 那我們其實魷魚就是 讓它稍微炸出它外面有一個 乾乾的外面酥的感覺 所以一樣是目測就可以嗎 再來我們臭豆腐這樣 大概青黃色 那我們就可以倒起來 我再一次重生 我覺得爆香 這是一個神聖的飲食 爆香真的爆得不好 真的覺得那種菜有夠難吃的 對不對 是否 對 它香氣就不夠 來 那我們現在下的香辛料 就是我們剛剛使用的蔥段跟 蒜末 薑末 蒜末 薑末 那我們下一些高湯 這大概幾盒啊 大概兩匙左右 那我們把我們剛剛炸的食材 放入鍋 那我們開始調味 那我們加了一些少許的胡椒粉 胡椒粉 對 還有辣椒醬 辣椒醬 這樣會很辣啊 不會 不會 再來醬油 醬油 還有一些蠔油 那下一些糖 為什麼要下... 這是糖嗎 為什麼要下糖 下糖它... 你以為它不會那麼鹹 再加一點高湯 讓它所有的豆腐 它會吸入它的湯汁 那再來我們下酒 這一道也有酒耶 對 酒是提它的香氣 加少許的太白粉 太白粉水 讓它... 色澤更滑一點 更亮一點 我聽到那個滋滋滋的聲音了 وف 是 的 這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